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看到 因为现在003形是在上海的造船厂 所以现在卫星都很清楚 都可以造得出来 那是因为前几天海事局 就是上海的海事局有公布 5月30号 5月29、5月30号 这里的上海造船厂的船屋 我记得是3号跟4号船屋 他有发一个通告 就是说这一个船屋要开始清污了 然后要让出航道出来 注意看 这个是5月21号的图片 003在这个位置 你看它是弹射器 在舰手有两个弹射器 然后斜行甲板有一个弹射器 这是三个 它准备要下水 不是服役 是下水 下水的话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出来 出来的话 那这边有一艘船 看到没有 现在这艘船正在建造 所以这艘船一定要移出去 把这艘船移出去以后 再把长江的水灌进来 之后灌到干的船屋里面 这边就有水了 这艘船才能够出来 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 如果你不让出的话 它不需要出来了 如果还在照的话 而且现在从整个卫星来看 它很多的主体建构 这个主体的这种设施 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可能是应该要下水了 否则它不会做出这样一个清污 让出航道的这样的一个命令 所以另外一张图 这是5月21 所以这里还没有清污 对这里还没有清污 5月底的时候发出通告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图 对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是5月31号的时候 就一个礼拜左右情况改了 你看这边本来是有船的 船已经移出去了 然后这边的水闸打开 水进来了 就代表就是说准备 003如果能够下水的话 随时就可以下水了 当时的判断 这个坊间的判断 这个是大陆的官方没有证实这么说 因为是接近6月3号 6月3号是短午节 短午节恰恰又跟龙舟是有关系的 华龙舟这种 跟船有关 跟船有关 那所以坊间就认为003 是属于龙舟级的这种船 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然后6月3号也是江南造船厂 157周年纪念日 所以刚好有这两天 所以坊间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像这种重大的设施或主战平台 要下水或是到了一个阶段 总是会选一点时间的 特别是中国人可能对这个时间 特别啊 特别讲究 黄道吉日 对所谓黄道吉日 但事实上 并没有 并没有 但他已经清污了 他已经清污了 隧道也空出来了 对隧道空出来了 就代表说他如果要下水可以 隧时可以 那我在网路上也有看到 这也是民间的 说可能是在6月底 时间又延后 但我们不晓得 反正就是003是否下水 一定是看他是否 是否已经做好 全班准备了 才能够下水 不会去配合一个时间去下水的 还有就是要下水之前 这周边的所有设施都要移开 这些应该是clean 要把它全部都已经把它移开了 该有的这个姿态都要把它展现出来 然后才开始下水 但是下水跟服役是两个概念 一个船下水了说 就了不得了 当然这是一个里程碑 但是离服役还有相当的距离 大概是多长的时间 就是从下水到服役 每一个船只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比如说用美国的 伏特机 伏特号 它也是电池弹射的最新的 它的第一艘就是伏特号 是2013年下水 2017年服役 大概将近四年 将近四年 因为船下水了以后 还要西装 西装就是英文叫做ship equipment 就是它上面有很多的设施管线路线 你都要把它放上去 极电设备 极电设备都要把它放上去 这工程是很庞大的 它不是一般的电路线路 那也是很庞大 是关需整艘航空母船的运作 这个需要时间 所以有人抓是最快也是要两年三年 但是美国的经验是三年多 将近四年 将近四年 就是说现在下水可能要到2026年 才能够正式的服役 有人把它推说2025年 2025年的话就是抓是差不多三年 对不对 也差不多合理 也差不多合理 所以003这艘船下水 但今年肯定要下水了 今年应该是要下 看起来各种准备工作都已经展开 今年是会下水的 应该是下半年 将来就是六月之后 下水之后要西装 西装完了以后 还要一系列的海事 海上还要测试等等 你这个船体究竟OK 全部搞完以后 还要再看舰载机 那就是看弹射器怎么样了 那后面 我觉得它真正离服役的时间 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不会很快 除非它 2025算快的判断 我觉得 因为它后面 你这个船除了你的主体结构 是不是都OK 你比如说 就跟我们一个人的脸一样 你有很漂亮的眼睛 你有很漂亮的鼻子 你有很好的嘴巴 单个看都很好 但你把它撞在一起 撞到一张脸上 就未必 它中间有很多的谋合跟协调 这个工程很大 远远不是前面 辽宁舰跟山东舰 可以做类比 因为这是一个全艘的船 而且是8万吨 前面那两艘是6万吨 对 对 对